演說很長 那我們只能讓觀眾聽一小段 但是他談到了幾個重點 比如說他說 我曾經犯過三大錯誤 到底哪三大錯誤呢 他還說 未來就是細經濟時代的來臨了 AI將會無所不在 所以這當然也是Intel未來的重點 那麼同時呢 他也傳出了幾個好消息 包括在美國晶片法案 他拿到了非常多的補助 同時呢 美國國防部也給他很多錢 而且提供這個18A製程的 波音和諾斯羅普格魯曼 是新客戶 也就是國防部不給錢了 也給了客戶給了訂單 那我們再回來看 他這次來臺灣呢 其實也故莊了 也接任他的上游跟下游了 而且還師從常看起來感情不錯 還熱烈擁抱 特別是Intel自己的股價表現不錯 很多人說 哎呀除了市場 蠻給面子的之外呢 Intel的CEO自己買了自家股票 賣了25萬美金 我想CEO自己買 這是最好的宣傳了 最好的利多了 常鑫 對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 基辛格 他一樣不能落於人後 你說黃仁勳 蘇斯芳都來了 他三月來 所以現在怎麼樣 十一月再來一次 那這次官方講得很好 就是故莊 我第一個 第一個我不能沒有人見度 第二個怎麼樣 我的CPU 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的CPU多好 為什麼 因為這是後AI的PC時代 我覺得 其實基辛格 其實在演說裡面也講到 我真誤準 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的幾個浪潮 什麼智慧型手機 發展GPU 我都沒跟上 所以現在要固守什麼 CPU 那固守CPU 跟台積電打 拍謝 現在還打不過 可是這次他提到 我在2024年 我就可以怎麼樣 我一定可以達到什麼 達到20的製程 然後我在2025年 達到18製程 所以我認為 基辛格其實這一次來台灣 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怎麼樣 他提到的 接下來AI無所不在 我跟大家提到一個重點 所謂的AI無所不在 他得再爆發開 就是說接下來的AI 從什麼 伺服器端 會到什麼 個人的應用端 他其實提到一個重點 叫做邊緣運算 所有的邊緣運算 我們也提過很多次了 就是在個人的手機端 車端 你的所謂的一個 行動裝置端 來做運算 這個就需要什麼 你的CPU 所以他就是提到 接下來他就會什麼 會往20奈米 然後往什麼 18奈米走 那剛才娟姐提到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什麼 因為什麼 一個國家 國力要挺他嘛 所以國力等於算力的時候 這時候美國一定要挺他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季辛格來台的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告訴你台積電 你我一定要追上 那這些所謂的供應商 你不要什麼 背棄我 我接下來會推出最好的產品 而且我會追趕台積電 沒有錯 月市 我告訴你們 不管老美多喜歡台積電 我才是敵子 不管是金面補助法案 還是國防部 最好看的都給我 沒有錯 他也拿到了不少國防部的單 對 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直接來講 為什麼我們認為說 我們之前講過三星 跟所謂現在的這個intel 最大的不同是 其實三星練兵是用誰練兵 是用大陸挖礦 不知名的比特幣 可是intel扎扎實實 兩個東西 第一個 拿到美國國防部的補助 那應該說 美國晶片法案的補助 那補助給你 我一定要用 那用給誰呢 好 那美國就好 我就什麼 國防部怎麼樣 讓你認證來下訂單 為什麼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intel是怎麼樣 他是最大的贏家 為什麼他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基本上大家知道 台積電要去拿補助 不好意思 錢都還沒拿到 但是intel補助先開 可是美國他說 我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有什麼 國防國安的需求 國防國安需求 一台你安下去 不好意思 你就怎麼樣 你就跑不掉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其實不論是CPU 不論是說 我們說個人處理器 GPU 都需要什麼 有一個安全的儲存區 那這個安全儲存區 其實如果你交給所謂的 三星做 甚至說大陸的中心 國立半導體做 說實在的 很怕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被竊取資料 所以這一道竊取資料 在最雲頭的地方 就交給什麼 交給intel來做 所以intel呢 就拿到這樣的國防訂單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包含F35的戰機 以前的單子是給台積電 但是接下來 如果單子會被intel的話 非常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整個都給他 為什麼用國防理由的 因為我不相信 他直接把台灣這邊叫東亞 東亞地區他不信任 所以他信任美國區 所以你台積電 你要嘛就到美國設廠做 要嘛怎麼樣 我就給什麼 直接給intel做 所以包含這些戰機的心臟 CPU整個系統來說 通通以後有可能給什麼 給這個所謂的intel 而且intel現在已經拿到什麼 波音的訂單 還有剛才阿貴拿到諾德的訂單 它是什麼 所謂的隱形戰機 還有國防系統的訂單 而且是由美國交給什麼 國防部交給這個所謂的intel來說 我就制定這樣的系統 所以以後所有跟美國國防關係 都會給什麼intel來做 那這樣的話 其實他就老神在在了嘛 我們再回到一開始重點 他就有誰 有美國這些國防部 來當他源源不絕的客戶 他跟三星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就有機會說 我有二奈米 壓一八奈米 我就可以什麼樣如期推出 好 那他說他犯了三大錯誤 三大錯誤 對 這個其實我覺得人 這也蠻有自省能力的 對 真的 這個 阿貴其實不是自省 應該是灰頭突然 因為打到灰頭突然 現在只好靠美國政府來救助 為什麼 其實第一個 那個智慧型手機出來 他有出的Alton 就是ATOM 當時大家知道 ATOM的對標 當時intel最大的一個勁敵 intel本來在CPU的時候 都是霸主 他當時跟AMD在爭 他是老大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叫做 Intel Insight 所以以前都是intel 但是後來智慧型手機出來 高通 所以他在智慧型手機 就輸給了高通 Alton打不過 那最後怎麼樣 高通跟蘋果 簽下核位之後 整個怎麼樣 整個和解 intel就什麼 失去優勢 所以intel也是黯然 在2016退出這個智慧型手機 簡單的來說 他不但沒有做智慧型手機的CPU 他在4G到5G 他自己出的WiMAX也被打掛了 所以他整個手機業務就是掛掉了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他的之前的什麼 對手就AI GPU 現在AI最項目上就是灰打 Amedia 那不管你知道 其實過去intel Insight intel的CPU旁邊掛的一個Mark 就是Amedia 所以他說我就是做CPU 然後GPU這些繪圖卡的 我看不上眼 交給誰Amedia來做 所以Amedia跟他搭配 我要現在風水輪扭轉 大家都要GPU 所以他怎麼樣 AI的GPU發展就沒有什麼 往前進 所以他就為什麼配Amedia超過 最後一個我覺得 就是他們自己部門的問題 就他們沒有去全力發展 晶圓代購 對 現在後悔了吧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兩個嘛 台積電的良率跟製程都比intel好 那intel有兩個部門嘛 你當然有什麼 有半導體部門 也有CPU的設計部門嘛 所以過去大家知道 intel設計的CPU 我交給自家座跟交給台積電座 他就交給台積電座嘛 那自家座怎麼樣 一直怎麼樣 沒有辦法突破瓶頸 所以現在就自食惡果 現在反過來怎麼樣 我接不到這些所謂的蘋果單子 我知道接國防部的單子 所以季辛格說 他現在這三大矛盾 他要利用這個墨爾定率 超過墨爾定率維持的部分 在2025年把他追回來 好 所以我們回來看股價 因為剛剛我們特別看到新聞談到 人家自家的股票自己去買 CEO去買25萬美金 對 說實在買25萬金不到1萬股 說實在這叫什麼 這叫做宣示 我說老實在叫做宣示 有買不有 買了有沒有上去 有上去 表現很好 所以他表示說 我認為他在這邊做超級的動 我說老實話 我們就我們剛才講 台積電在這段時間也有反彈 可是Intel這段是破底了 直接拉上來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這些利多 包含國防部給的訂單 我認為在接下來的兩三年 都會給Intel一個比較好的支撐 所以Intel的底部就墊高了 那季辛格就怎麼樣 開始用家族信託進去炒底 所以我第一個我認為 Intel現在可以說起來 是美國這科技類股 相對來說比較便宜的 所以他的反彈是不無道理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是說 Intel跟台積電來比 台積電會不會有一些威脅 我認為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台積電大概在這個550到 是 對 開始會有壓力了 因為接下來 如果你在美國廠裡 沒有辦法如期的完工的話 那你毛利就上不去 所以我認為 台積電跟Intel 目前看來是Intel後來居上 好 但是我們從 基辛格的談話裡頭 有沒有秀到什麼樣的投資密碼 有 我之前就提到 其實基辛格一直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接下來是AI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認為後PC時代 這些半導體的通路商 其實漲了 你看文藝今天漲停 這我已經講好久了 大連大一樣 今天也漲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創高的狀況下 那我今天挑出來就是封翼 他一樣是做半導體 半導體的這個通路的 一樣 短高 你不要看他50幾塊 他本體大概17倍 大概是所有裡面的相對比較低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後PC時代的通路商 下面的是今天很強的記憶體 之前我們講威剛對不對 那今天什麼 創建直接往上拉 為什麼 長紅K棒 對 為什麼 因為他Q3的EPS出來 連增 技增108% 技增Double 他Q3的EPS Double了 表示什麼 開始賺錢 最壞的狀況過去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家選 不要去選舊AI 應該選什麼 這些新的通路 新的PC設備 或是新的模組 我認為會是接下來的重點